第20回 昨天說到 曲萍說能夠這麼快去京城買到這些東西回來 人就做不到 除非是鬼 照千千聽到嚇了驚 事實 照道理講 鬼可以聽到人講話 細細聲都聽得到 但是人就聽不到鬼講話 鬼可以見到你 尤其在夜晚刻 而你是看不到鬼的 就算鬼在你身邊也看不到 鬼也不用點燈的 這間屋什麼都有 就是沒有燈 鬼 這麼快可以來去千里 你就要騎快馬跑他三日三夜才跑到來回 鳳梁的朋友 難道不是人是鬼 這間屋難道是鬼屋 走出來 這晚 威風娘睡不著 他走出來 沿著山邊的溪水慢慢向前走 他的心很悶 不僅悶 他還很害怕 他不是害怕鬼 就算那個真是鬼 他也不用害怕 對他那麼好他還用什麼害怕 加上 他自小就不怕鬼 他覺得有些人比那些鬼更害怕 總之 人也好鬼也好 只要是真心對他好的 他一樣會那麼感激 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因為他突然想到趙無忌 他想 世上如果真是有鬼魂 唯有趙無忌的鬼魂才會對他那麼好 難道趙無忌死了 難道這隻鬼就是趙無忌 各位 人在這種情形之下 最容易會想到不 Comme reason 他順著這個山溪走夾風 看見一個洗小的水塘 周圍是很漂亮的樹木 還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野草 這時候門天星光 他忍不住蹲下 上手捧起一捧水來玩 玩得兩玩 他回想起鄉下山坡後面 又是有這樣的水塘 他世事經常在晚上沒有人見到的時候 偷偷地去那裏游泳 他自小都頗危險 只不過大過之後的生性 懂得克制自己 現在蓄警生情 想起歡樂的童年 那段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日子 他在心裡問自己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我還會不會是現在這個選擇呢 對著水塘 他很想重溫童年時那種歡樂 他自我克制得太久了 很想放鬆一下自己 加上現在 又夜深人靜 荒山野嶺 沒有人 山水這麼清涼 這麼溫柔 他最後 就忍不住 手震震地去解三樓 不知是否因為他細屎跳皮的原因 他身體發育得很好 兩隻腳真的很結實 很長 乳房很飽滿 很挺 肌膚很白正 很滑溜 這些都是一個少女 最值得驕傲和珍惜的東西 他從來沒有被任何人侵犯過 甚至連他自己也很少去看著 因為他看著都會心跳 除了衣服之後 他就趕快浸入水塘裡 游了幾下 清涼的山水 令他覺得很舒服 怎知突然 他看到有一雙眼 有一雙發光的眼 躲在草林 樹仔之間 暫都不暫地看著他 哈哈 糟糕 他立刻整個人都寒了 雙手掩著自己 整個人一縮縮了入水裡頭 味水就不味得多久 到他趕頭出來呼氣的時候 那雙眼還離他更近 唉 這位人真不知怎算好 他很後悔自己這麼不小心 其實 他落水之前都四周圍看過一下 爺媽媽放山野嶺 怎會有人 他很希望這個人是正人君子 見到有人快點走開算鬚 那就很可惜 這個人就不是 不單止一點走的意識都沒有 就反而在草林那裡站起來 只見他長得大大隻隻 手瓜起展 穿著一身淺黃色的緊身衣 年紀是很年輕的 為鳳梁心想 這雲有難 這種年輕人本來精力充沛 沒有定發洩 原來這樣的情形 怎麼經得起誘惑 這個人 見到他怕到臉都青了 就笑著說 哈哈哈哈 你全都想不到 有人在那裡了 哈哈哈哈 我也想不到 我的影會有這麼好運氣 哈哈哈哈 幸好 現在爺媽媽 她一定看不到浸在水下的部分 怎知道這人說完之後 開始脫衣了 咦 難道他又要跳下來 那還沒等他跳 衛鳳梁怕得大聲說 你 你別下來啊 哈 哈哈 別下來 你 你 你不下來的 哦 哈哈哈哈 什麼水塘 是你家裡的嗎 哈哈哈哈 既然不是你的了 你下得去玩 我為什麼不下得去玩 哈哈哈哈 衛鳳梁急得大聲的喊 那個人呢 好像越喊又越好玩 哈哈哈哈 喊啦 喊啦 大聲點啦 你就算喊賊喉嚨 這裏都不會有人來 這種地方 鬼就有 人就沒有了 哈哈哈哈 那這個人呢 本來想說來嚇嚇慰慧鳳梁 誰不知一句話提醒了他 慧鳳梁突然想起那隻有求必應的鬼魂 他立刻大聲說 你 你知不知道我現在想要什麼 那個人就以為他講別的東西 他說 哈哈哈哈 是不是想要我 我 我 我就是想你變成個孟老 衛鳳梁這句話剛剛講完 黑暗之中 突然之間見到韓光一閃 就好像閃電那麼快 啊 那個人對眼就即時變成兩個血洞 掩著臉就走死罷就了 誰不知走不到幾步遠 竟然這麼吼聲一下撞了一棵大樹 跌倒之後就起不了身 衛鳳梁又是嚇到呆了 正說那個閃電那麼快的韓光 不是鬼火啊 他四周圍再看一看 哇 空山直靜就不見人影 哇 這麼快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就這樣了 衛鳳梁就忍不住大聲喊說 我想見下你啊 你可不可以讓我見下你啊 就沒有人回應 只有他自己拍一聲在那裡 見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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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回響 衛鳳梁這陣子哇 怕得發光 就走上岸 濕烈烈都不理太多了 趕快穿上衣服 琴琴琴就走了 一路上 幸好是沒有什麼意外 那麼多久就回到住處了 雖然是害怕 但是 他也不想吵醒趙千千和曲平他們 他透順調戲之後 就靜悄悄推開門 回到自己的房間 房裡面是嚇媽媽 他趕快點著燈 誰知道點著燈之後 嚇到整個人大喊一聲 為什麼呢 原來 他屋裡竟然有個人 這個人穿著一套白衣白褲 動都不動地坐在角落頭那裡 那雙眼是慘白色的 見不到眼核和眼珠 即是 這個人是慢的了 那麼聽到鳳梁的叫聲呢 趙千千和曲平也過來了 其實他們還沒睡覺 鳳梁回來開門的時候 他們也知道 但是他們就是不知道這個盲佬 究竟是何時進來的 他們進來之後 看到這樣的情形都嚇了驚 趙千千問 你 你是什麼人 那個盲佬的臉上沒有表情 冷冰冰地問回頭 你是什麼人 你 你來這裡幹什麼的 你來這裡幹什麼的 喂 現在是我問你 我就知道是你問我了 不過這句說話 應該是我問你才對的 這裡是我的家 你們是什麼人 來這裡幹什麼的 趙千千想想 又是 就不敢出聲了 事實是 這棟屋沒有說沒有主人 加上這棟屋什麼都有 唯獨沒有燈 盲人當然不用點燈 那曲萍說 我們是來猶山的 想暫時在這裡 借住幾天而已 我不管你們是幹什麼的 就是想你們快點走 那我們多住幾天可以嗎 不行 那我們給你租金 你要多少都可以 你出多少都不行 趙千千忍不住又大聲說 那 那 難道你要我們現在夜晚晚搬走嗎 好 我給你們多一日時間 明天喵晚之前 你們一定要走 其實 你們還是快點走好過 不然 不然 怕就會大爛臨頭 說完 那個盲人就走出去了 那個盲人走了之後 曲萍嘆了一口氣 他說 唉 這個盲人不是普通人 我們趙千千說 那你是不是想讓我們快點走 是 我們又沒有不走 反正這種鬼地方 我遭到不想住 衛鳳梁又沒有出聲 他整個人看起來 好像正在水裡撈出來 幸好 趙千千他們又沒有問他 為何搞成這樣 這一晚 衛鳳梁本來認為自己一定睡不著 誰不知突然之間睡著了 他睡得不太軟 迷迷糊 他覺得自己身邊好像多了一件事 這件事好像是一個人 這個人就睡在他身邊 細細粒粒 身上有一陣特別的香味 他想叫 但是叫不出聲 想動又動不了 這個人似乎攬著他 疼他的臉 疼他的嘴 唉 他好害怕 想說張開眼看看這個究竟是誰 看看是不是無忌 可惜 出盡力就是張不開雙眼 他好像聽到那些人在說 你是我的 除中國之外 什麼人都不准電你 那把聲明明在耳邊 但是又好像很遠很遠的那樣 黑奇了 這個人 會不會是無忌呢 聽到又不多 像是趙無忌的聲音 接著 他突然之間又是睡著了 到他醒來的時候 整身冷汗 他被一陣敲門聲驚醒 他聽到 是曲平走去開門的 敲門的又是昨晚那個盲佬 他聽到曲平問說 你是不是又來催我們搬走 那個盲佬就答說 不是 你們不用走了 啊 那就是說 我們又可以住下去了 嗯 隨便你們喜歡住多久都可以 那你昨晚才趕我們走 今天又留我們住 啊 呵呵 因為這間屋 不是我的 啊 那屋的住人是誰 是一個朋友 朋友 是誰的朋友呢 那個盲佬就沒有回答他 但是曲平已經想到那些水晶燈和日華軒的滷水牛肉那些東西了 他就問說 那個朋友他要留我們嗎 嗯 他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啊 今晚 他要來吃飯 曲平即時打個凸 他不敢答應 但是不答應又不行 那畢竟是住住人家屋 人家要來吃飯 是一點也不太過 問題是 那個朋友究竟是什麼人呢 趙千千這時已經衝出來問他說 那 那他想吃什麼 那個盲佬就答說 隨便什麼都行 他知道你們這裏 有一位唯姑娘 好會做菜的 講完 那個盲佬就走了 這天艾曼 威鳳梁就做正後鑊 散雞臘肉香腸 做到不知多好吃 鹹魚呢 他打算用油來煎 這樣香口一點 嘛 用剛才挖出來的新鮮蘿蔔 做了個湯 在水塘那裏 撈了兩條鯉魚 打算清蒸 清蒸魚很講究火候 蒸得老便是 剛剛熟就最好 那這些呢 衛鳳梁也是很在行的 他炒菜的時候 他深了十五個吊筒打水 七上八落 他想 這間屋的主人究竟是誰 他究竟是人 還是鬼 又會不會是趙無忌呢 如果不是趙無忌 又會是誰 怎會對他這麼好 只要他開口 當然有求必應克 那麼奇 趙千千一直在旁邊幫他手 他就問說 你是問我阿嫂 為何要這樣問 我永遠都是你阿嫂 那你就應該告訴我 今晚來吃飯的究竟是誰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那你也會不知道 難道他不是你朋友 衛鳳梁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他昨晚的經歷真是好奇怪 那陣奇異的香氣 那個人的嘴 他究竟是不是趙無忌呢 如果不是趙無忌 怎會這樣對他 他回想起來 自己也害怕 這些事怎麼說得給人知道 就在這時候 外面有個人對他曲評說 你們的客人 已經來了 講話的又是那個盲人 衛鳳梁在炒菜 一聽說來了 即時手騰腳鎮 他生平第一次炒菜 又不記得樂煙 到他搞錯了之後走出去 唉 真是發夢都想不到 這個神秘的客人 只不過是個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 坐在主位那裡 坐得很自然 似乎習慣了 他身上穿著一件樹白的衣服 質料很高貴 他的態度也很高貴 斷起款 像個皇帝一樣 表情很冷淡很嚴肅 雖然他在盡量扮大人 不過年紀看起來 最多都不過是十二三歲 那麼多 見到衛鳳梁走進來 他的臉本來很嚴肅 很冷淡 不知為什麼 突然整個不同了 曲評起來介紹說 這位就是我們的貴客雷公子 這位做得幾個好菜的衛姑娘 那小孩子 好像沒聽到他講話 只會眼睜睜地看著衛鳳梁 你說是個大男人看著女兒 那真是失禮死人 幸好他不過是個小孩子 衛鳳梁雖然覺得很奇怪 不過也放下了心頭大石 昨晚那個人 怕絕對不會是這個小孩子 但他是發惡夢 一想起那個夢 他的臉又似是有點紅 到他發覺 那道菜還沒下鹽的時候 那臉更加紅 幸好 這位貴客似乎一點都不察覺得到 吃得很好 他吃不是吃得很多 講話也不是講得很多 屋裏面的人除了衛鳳梁之外 其他人看也不看一眼 他雙眼一直都沒有離開過衛鳳梁 雖然他只不過是個小孩子 但衛鳳梁這樣給他看看 看得不自然 趙千千看到他們這樣 也覺得很不舒服 幸好 這位貴客已經站起來說要走了 這頓這麼尷尬的晚餐 他們一看就吃完了 衛鳳梁剛剛送那道器 誰知道那小孩子說 你陪我出去逛逛 那小孩子口氣大得不得了 不理人家怎想 簡直像現在所說的落命令 衛鳳梁真的不知道哪都好 各位 那到底衛鳳梁有沒有跟他出去了 出去了之後又會如何呢 那我明天才接著講 好了